张定宇 湖北省武汉人从小在武汉桥口长大 现任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他是一个见动症患者 双颗已经开始萎缩 全身慢慢都会失去知觉 所谓见动症是一种罕见的绝症 又称激萎缩厕所硬化 ALS 无药可治 早期患者可能只是感到有一些无力 肉跳容易疲劳 渐渐的就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 和吞咽困难 直至产生呼吸衰竭 他说我必须跑得更快 才能跑赢时间 把重要的事情做完 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跑得更快 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 自2019年12月29日 转入首批7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以来 他已经和医院的600多名医护人员 在疫情中逆行了39天里 与往往凌晨2点刚躺下 4点就得爬起来 接无数电话 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就在他日夜扑在一线 为重症患者抢出生命通道时 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 却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 现张定宇妻子已经康复出院 1月25日 张定宇边会诊重症病人 边给一线医务人员和病人打气 我们要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这场疫情 话语铿锵目光坚定 在这里 医生与病人相互加油 是最美的声音 在这里 全院职工同心协力 院长就是战斗一线的旗帜 他要与命运叫板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用剑洞的生命 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 托起信心与希望 托起无数人的生命与健康 2020年1月31日 湖北省委发出 关于授予张定宇同志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的决定 张定宇是一个战斗者 一个指挥者 也是一颗定心丸 我们在第一时间知道了金银财医院 却在一个月以后才知道他 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 却要为患者 为社会燃起希望之光 他阻挡不了自己的病情 却用尽全力去把危重患者拉回来 他的双腿已经开始萎缩 但他站立的地方 是最坚实的阵地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